宇宙有多大?它有镜头吗? 在望远镜看不到的星系之外还有什么? 我们所在的位置——地球 当你把地球的大小与整个宇宙相比较的时候 你知道地球有多渺小吗? 让我们从我们的邻居——月球开始 它没有天空、没有海洋、没有生命 只有天体碰撞留下的伤痕 我们可以在夜空中经常看到月球 你可能认为月球肯定十分靠近地球 实际上,月球离地球有384400公里的距离 这段距离可以装得下30个地球 尽管距离遥远 但月球上已经有12个人类留下了它们的足迹 如果用光速传播的话 我们只需要2.5秒就可以到达月球 接着是火星 火星距离地球的平均距离是2亿2500万公里 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想要登陆火星 所要航行的距离是抵达月球的986倍 如果用光速传播 则需要花上20分钟 将距离拉远点 我们就会发现旅行者一号 在所有飞行器中 目前飞得最远的就是旅行者一号 它带着发给戏外生命的信息 在太阳系内流浪 在漫长的旅程中 它将镜头转向地球 并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地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 淡蓝色的小点 但这张照片 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照片了 现在旅行者一号 位于离地球138个天文单位的地方 一个天文单位 就是指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它正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 靠近太阳系的最外围 奥尔特云 但这个过程至少需要花上三万年